What's funny? 為什麼單位穿長褲? 好,好啊,等下拿剪刀給我 幫你修成短褲 來,18到20 18到20 20 好,醋跟醬油 逼錯,沒有一滴 排成醋跟人造醬油 只要用化學的方法直接加就好了 它不需要經過發酵 好,就錯在這個地方 21到25 22 OK 谷類跟果實作為原料要怎麼樣才能發酵成酒 老師我們講過是蘆蠔糖的那種糖類 然後酵母菌就會發酵成酒精跟二氧化碳 酒精再經過的發酵 就是氧化之後 是不是就會變成 乙酸 有沒有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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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以糖類 是骨類跟果實的原料 它會被動成酒精 被發酵成酒精之後 酒精再發酵成醋 有,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要看筆記要看什麼 知道嗎 筆記都有講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還有沒有 體組一 體組一 二氧化碳 體組一 體組二 體組二的第二 脫氧劑是10微粉嗎 10微粉是它脫什麼劑 乾燥劑 乾燥劑還有另外一個人 叫做什麼 細膠也可以拿來做什麼東西 對對對 好,這你們最壞人 好,來第三題的最後一題 為什麼我們說不算分 因為調味乳 調味乳它可不可以拿來 當作乳酸飲料 可以耶 老師上課有講過 保酒乳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題目除了不好 就是 本來是調味乳 它並非乳酸飲料 但是 我們是不是 我們喝的保酒乳 裡面也有調味乳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題 這樣考不好 這樣考的話 會誘導你犯案 這樣不好 所以 這個老師把分數送給你 好,我覺得 這考卷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收起來 看五十四八二 一到五 我這次放到一到五 三 保酒乳放在常溫底下 放在常溫底下 是屬於非活性乳酸菌 所以請選高溫殺菌 如果是活性乳酸菌的 你要怎麼殺菌 低溫殺菌 好 一到五看到沒有 六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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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啊 十一到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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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十四跟十五 十四體跟 光耗力的某一體一樣啊 對不對 哪一個不需要外氧氣 普通的糖 發酵變成乳醇的 不需要氧氣 了解嗎 好 十五體 單白質可不可以直接被人體吸收 可以還是不可以 不行 它必須要先分解成什麼東西 氨 基酸 才可以 了解嗎 了解嗎 OK 一到十五有沒有 十六到二十 十六到二十 二十 都沒有 二一到二六 二十幾 二十一 好 蒸稀飯在白布上面寫字 然後 乾掉之後請問你噴灑什麼東西 會看到那些寫下去的字 欸 稀飯裡面含有什麼東西 澱粉 澱粉放到什麼東西會有顏色 點液 上課有沒有講過 有 什麼顏色 藍紫色的 我上課要寫藍色 藍紫色 好 看什麼問題 一到十六 有問題趕快離出來 沒有問題的話收起來 再來 我們要繼續 講課 然後邊講課邊考六字一 括號一 各位同學請努力請加油 我相信你滿帆的成績會衝 衝衝 衝 我們要不要唱到哪邊 Where is your notebook Davywood 我們要唱到哪邊 誰可以告訴我 為定值對不對 OK very good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船長的定律叫什麼定律 補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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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等於K乘上DeltaX 幫我翻譯成中文 快點幫我翻譯成中文 F叫做什麼 作用力 可拉可壓 那K叫做常數 所以不了它 DeltaX叫做 生長量 如果今天拉 彈簧叫做生長量 那如果壓彈簧就叫做什麼量 壓 壓縮量 它也會被壓縮 然後你把它補上去 它可以叫做生長量 你可以叫做壓縮量 好啦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時候我們之前交到呢 那我們要往下講的是第三點 B的單位 我們今天第12節還有一節課對不對 對啊 我們會上到62 這禮拜 這禮拜老師希望6-2可以上環 然後下禮拜希望6-3 6-4 最後一個禮拜6-5 然後沒有時間復習 這次樂團完全沒有時間復習 交得完都已經是非常厲害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很擔心這次有辦法題目做得完 因為6-3 6-4 6-5的題目真的是多的跟螞蟻一樣 好 所以這次老師的策略可能會有些許的改變 那到時候我們再來討論 來第1個單位 首先我先問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質量 比如說1克1公斤 這個是不是就是質量 物質的量 質量 那如果這個質量經過了地球的引力 經過地球引力的作用 就會變成什麼量 重量 那1克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1克重 1公斤就會變成1公斤 1公斤重 然後1G中文把它唸成1克 1克1G把它唸成1公斤 那1GW多一個W這個字 多了一個W這個字 那怎麼唸 把它唸成1克重 然後1KGW對不對 唸成1公斤重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力的單位 重量這邊就是所謂力的單位 好我考定一個超難的喔 很多人不會喔 我信你注意看一下 接下來要問的問題 請問你 1公斤重 等於 幾克重 多少 一千喔 等於一千克重 看不到喔 被我頭擋住喔 還是被大衛的頭擋住 欸大衛你要操詳細一點欸 喔 因為上次是你的還是右頂的 就很多都沒操 加油一點 越考越考80分以上 怎麼這麼可能 每天留你現在還留兩個小時的書 不用 喔不用 好各位麻煩你幫我看一下 質量跟重量 質量不會隨地點而改變 不會 寫起來 它不會隨地點而改變 地點不管怎麼變 它都還是一樣 喔 不隨地點變 那重量咧 重量隨地點而改變 今天好像變熱對不對 再來又要下雨 真的嗎 颱風好像不來了 對啊 昨天就有一個班的同學跟我說 他只要看到颱風 他就會打電話跟他講 請來造成放假 不然請原路折返 對啊 沒有放假的話不要來了 下雨麻煩死了 不覺得嗎 下雨天真超麻煩 喔 水庫才有進障 沒雨就好了 颱風不要來 好了 先到了沒 還沒 動作加快 接下來 接下來我要教你彈簧的一些專論 嗯 好啦 沒超完麻煩你跟同學借一下啦 來第四點 彈簧專論 我們來討論一下彈簧 我們來討論一下彈簧 因為在這個地方考試必考彈簧啊 而且彈簧一開始我們要從最基本的基本功開始交起 第一個 同一個彈簧 好 同一個彈簧如果受力相同 好受力就是外力嘛 F 那它的伸長量也會相同 好 如果受力相同伸長量就會相同 這可以從誰的定律去看 普克定律 普克定律的公司在背意識給我聽好不好 外力等於常數乘上伸長量 所以你注意看喔 如果我常數不理它的話 我的外力相同 伸長量是不是就會相同 是也不是 是喔 好 那我來考考你 我今天在天花板上掛兩隻彈簧 一隻彈簧放在地球上 左邊這一隻放在地球上 右邊這一隻放在月球上面 我同樣掛著 四十克重的東西 在它的下面 如果第一隻 來注意看 看完再抄 不然你一定不會 我再講一次 看完再抄 不然你一定不會 第一隻 第二隻 升長量是這樣子 本來這麼長 後來升得這麼長 這個升長量叫做delpa x1 那如果第二隻 也有一個升長量叫做delpa x2 是在月球上的 我請問你 這個中間的關係是 四號田 A大於 B等於 還是 C小於 也就是說 月球上面的升長量 會比較長 還是跟地球的一樣長 還是會比較短 會比較短 會比較短 月球上 我直接這樣問你 請問你 月球上面的升長量 會比較長 還是跟地球一樣 還是會比較短 來 選A的舉手 選B的舉手 選C的舉手 好 手動一下 答案是選B 佬老師 月球的盈力不是比較小嗎 為什麼 答案要選BA 因為我今天給你 給的是什麼 40克怎樣 重 有沒有看到 40克重 是不是就是受力 剛剛我們講 力量的單位就是 重量 克重 公斤重 有沒有講過 所以他的升長量 會是一樣 所以寫等於 聽懂舉手 聽不懂的舉手 我讓你比較 另外一個東西 如果你聽得懂的話 請你幫我比較一下 我要講給你第二題 比較 如果今天一樣 用相同的兩支彈簧再拿過來 也是一樣地球上面 跟月球上面 你也來做 那第一支 我放著 40克的 砝碼 第二支我也掛一顆 40克的砝碼 那我請問你 如果地球上面這一支 掛下去之後 它生長了這麼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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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